俗话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 不过生活当中免不了会有一些小病痛 一般人都会到药房药局买个成药 顺便买一些生活必需品 所以药局已经成为我们大家的好邻居 台湾中部最大的连锁药店福伦药局 2018年1月28号上午 就在彰化县秀水乡最热闹的张水路上 开设了集团第25家连锁店 幽默风趣又积极热情的福伦药局总裁林店上说 开药局其实不是为了赚钱 而是要在乡下地区创造就业机会 繁荣地方经济 也要提供优良合法药品 让民众天天健康快乐 给我们要是有一个正确的观念 有一个专业情 一种有专业的爱心 来服务 因为有了中心思想以后 他们才会更认真的来为乡民 来为地方来服务 从1980年开业到现在 福伦药局在中部地区开了25家连锁店 也经常从事公益慈善活动 总裁林店上说 做生意要有社会责任 他还担任台湾传播媒体协会理事 也是国际私职会3007万区的副总监 每年都提供奖助学金给母校嘉南药理大学 摘补许多年轻的药理师 顺利踏入职场服务民众 可以说是受到很多民众跟社会人士的肯定 林董事长 也是我们台湾传媒的理事 所以他对我们乡亲很照顾 对我们国民的健康 以及要尽量来照料 所以他都一一落实在各乡镇的每个角落 福伦药局 他在我们庄部 是一个很响亮的一个厂商 他也是我们3007万区的地区总监 今年度的7月1号他要接总监 一个优质的总监来接的话 他的事业相当的优秀 相当的优质 刚在过年前开幕的秀水扶伦药局 占地200多瓶 不仅有各式药品生活用品之外 还可以受理处方签 设有药理资讯处 领药处 调剂室 1月28号开幕当天中午 还特别举办一场鸡尾酒庆祝餐会 因为优质药局总裁林店上交友广阔 做人成功 前后有将近五六百名贵宾前来参加 场面温馨有着闹 连自家的药师也非常赞赏 这位亲切的林总裁 非常的海派吧 然后在某方面 比如说他现在都投身公益 然后对一些药业服务方面都非常的有 很积极 服务很好啊 就是造福这个社区啊 真的很舒服 要过屋的话真的是很舒服 很宽敞然后很明亮 感觉宽敞明亮 不像来药局 就像来百合公司 为了服务乡亲 所有福人药局在春节期间都造场营业 秀水店开幕时 还赠送消费者福袋 希望给大家讨个吉利 让亲朋好友过个好年 祝福全天下人都有幸福健康的开心生活 记者程序 小友金彰化报道